因為他開玩笑一個探險隊離廢結合 那我不就掛了 而且他認為原住民的傳說沒有考證 因此拒絕了 這個探險隊出發以後過了天鵝河 就音訊全無 而且探險隊的全員全部罹難 到現在原因不明 這就是史上最有名的 萊卡特探險隊使用案 可是穆勒時中難以忘懷 原住民的白千層 因為我在想他被劫額還沒好 所以他認為白千層有外人無法知道的價值 因此他決心由藥劑師轉到植物學的領域 致力於白千層的研究 尋找改善公共衛生與減少傳染病的良方 1851年澳洲發現了黃金 然後發現之處是在墨爾本 然後人口大量增加 財富也大量累積 因此澳洲政府就趁這個機會 把墨爾本定為文化的發展中心 兩年以後成立墨爾本大學 並成立了一個維多利亞職務學人的講座 穆勒來負責獎評澳洲的職務 而且擔任館長 穆勒雖然不是植物學出身 可是他一生為澳洲留鄉40萬種植物標等 而且記錄了將近1萬種澳洲植物的墨爾本 他發現了98個未知的新品種 所以到了澳洲原住民的附落 他也去採集白千層 而且他自己組隊去探險 經過四次探險走了2400公里 終於發現白千層了 1861年 他發現白千層有一個非發性的去體 可以趨文 那時候太平洋島就是剛好劣跡盛行 他就主張燒白千層的枯葉 然後在屋頂上放白千層的酥皮 在門口種白千層 都能夠保護居民的健康 而且他發現白千層的根系 去生 植物呢就枝葉茂密 而且可以大量的增散大量的水分 使沼澤地的那個地下水下降 而間接的促進空氣進到土裡 就減少臭味 哇好厲害 透過他科學家的細心觀察 他發現白千層 長到3到5公尺的時候 頂部會生出質感 如果你把枝幹去掉一些流向主幹 那個主幹就會越來越粗 而且這樣主幹就比較不容易折斷 那就變成一個很好的防風牆 那而且白千層不能太接近居家5公尺以內 否則開花的時候很多花粉會導致過敏 尤其地下人酬 現在還有抽抽獻水令 然後呢 他後來就大量的推廣白千層 還有一個也很棒 他跟白千層有相同的功能 那他晚年就變成圖書館的寬員 那他努力 他的努力跟發現他得到大英國協 封給他爵士 在他改變世人對職務的價值觀 雖然他最後仍然過世了 而且死一隻肺結核 不過據理醫生宣布他 肺結核已經差了50年了 10年 50 50年 他會自己續命 所以在日本的時代 澳洲的白千層才移到我們台灣 大多事物都種在校園 跟學校周圍的馬路上 主要就是那時候 為了改善校園的衛生環境 所以經過白千層 請你放慢腳步 取一片樹葉 放在手中揉一揉 那個獨特的味道 你會訝異 閉著眼睛摸摸他的樹幹 每一年真生的樹幹 會使樹皮向外堆積 可是他不忍脫離樹幹 所以賦予樹幹一種獨特的柔軟 親愛的讀者 願你藏在白千層樹下觀察與默想 或許有一天 你也會成為周遭社會 跟人權問題的默默意識者 靠岩 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